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虾谈与子酱,我是酱子 2019年的炽热的盛夏 一个黑衣红带消炎如化的少年闯入大家的视野 引发大型年度饭圈爬墙现场 从此,魏无羡在我心中有了模样 他就是传闻中绿了大半个娱乐圈的男人肖战 爆红的背后是偶然吗?绝对不是 从素人设计师到偶像到被大众认识的演员 这个跨度转变仅仅用了三年 从超新星到大热的庆余年 为什么肖战在短短时间内演技可以有志的飞跃 今天这样子带你来理智分析肖战到目前为止的演技变化 一起来走进肖战的演技的蜕变之路吧 草衣六年的燃烧吧少年 倒成为X9少年团的一员 这样子按照时间顺序捋了一遍 参加节目不到一年的时间 肖战就出演了哇唧唧哇自制雷剧 超新星学院中的男一号方天泽 这时候的他大概还处在素人转变期 不是科班生 第一次演戏 眼神也有些目 台词形体上没有受过系统训练都略显青涩 但我觉得5.3分的豆瓣批分完全不能怪演员啊 看看这天雷滚滚剧情设计吧 完全可以当成一部搞笑剧来看 相爱穿梭千年中他也有客串 出场只有短三几分钟 没有太多的记忆点 但能看出来演艺方式还停留在没必方时期 接着就是狼殿下的拍摄 因为没有开播无法评价 但这样子觉得这部剧应该是他作为演员 开始成长起来的样子 在采访中 他隐约有提到当时的辛苦 预告中急冲的那一季 充满沧桑和年岁感的歪头笑 让我相信他短时间内有了成长积累 杀七结束后 小战几乎无奉信组 欧我的皇帝陛下 饰演的男三北唐漠染 却小范围出圈 血洗必战 又是一部哇唧唧哇出品剧 天蝎做的丹妮真的很喜欢新作设定呢 我们先不谈王爷的盛世美颜 回归到演技上 人物有了充分解读 所以表演有了层次感 将腹黑深情的人设表现出来 也是吸粉的一大原因 这样子注意到 此刻他眼神和姿态都拿捏得很好 不足的是台词比较生硬 简单来说一个平字 但在具有剧情和戏份都不占优势的时候 他仍然可以脱颖而出 这何尝不是他作为演员的一种能力 同年 《斗魄苍穹》也播出了 他在里面饰演林修牙 再次印证了巨抛脸 还在捉腰剧中 跳了活泼欢快的开场曲 再到今年陈情令中 与梦少年未无限 才让肖战被更多的人知道 此时的他 演技并不能用金来形容 而是用零更合适 你相信他演艺的人物是有血有肉真实存在的 从很多细枝末节的地方 看到他一直在人物里 冷泉 他把靴子乱踢到水里 又疯疯活活捡起来丢上去 撇嘴瞅了一眼瞅面具 啪哒扔出话外 搜身血扬 单手递剑给蓝战 把我拿一下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这些片段很可能是剧本之外 肖战自己发挥的 可你就觉得他做什么都是对的 观众完全可以共情式的沉浸在他的表演 就像他杀青时发的微薄 身为观众的我 每天也在为现现的开心而开心 伤心而难过 这样子狠心去掉滤镜来看 他的表演还有一些可以进步的地方 严格一点的话 有几个点把握的还不够精细准确 比如 他也承认在魏无限前期求学 夸大了一些表情和小动作 可能我在表演魏无限前期的时候 我内心太想去拉开魏无限是三个阶段的一个层次 所以可能会有点功能做梦 师姐为现现出头那段 我认为表现出的不屑应该比委屈更多一些 才更贴合魏无限的性格 情绪的过渡也应该更自然些 但是这里的处理跟导演把控和剪辑有很大关联 还有在魏无限三个月后 从乱葬岗出来找温潮的一段戏 彼时的他已经是怡灵老祖 眼神已经肉眼可见的转变 但邪魅一笑拿捏的还有些不稳 纵观男星在演绎邪魅一笑 多少人不幸落入油腻大坑 比如 啊 战战能做到不油腻很不错了 你能想象这场戏和藏书阁是同一天拍的吗 同样差不多状态的邪魅笑在不夜天就很好 尽管这段戏书中没有具体描写 那种悲伤绝望到想哭 又被事情荒唐到想笑的复杂情绪 他处理的太好了 他在屋顶歪头 讽刺笑中带泪 台词巧妙讽刺又不失风度礼节 卫英 你太让我失望了 亏我曾经还仰慕敬佩过你 那么为什么在你仰慕我的时候 我没有见过你 而我一人人喊打 你就跳出来摇旗呐喊 哈哈哈 你的仰慕也太廉价了吧 还有江城被擒 在桃花屋的船上等温宁回信的内心戏和枯戏 当温宁把橙子背出来后 不知道多少人注意到了无限那双 从木雕花纹洞口露出的眼睛 十几次哭戏完全不同的细节处理 师姐 我饿了 同样是怕狗 跟第一部作品相比 就会有直观的感受 再来看同时期 演绎《庆余年》里的颜冰云 小颜公子跟魏无限可谓是两个极端 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一个愿意挥剑求死不知变通 他饰演的颜冰云 没有一点像魏无限 到了朱仙进步更大 小凡的每个镜头表演 他开始比以前更加理性成熟了 情绪动作表演收放的比较自如 情绪的层次变化更精细 更加自然了 但小凡后面模划过度 时间短暂 角色发挥空间小 他最厉害的地方 是对矛盾气质的拿捏准确 这构成了他多变气质和演员魅力 他演一部戏的过程就是戏中人的状态 就像余生的片花 有种从未见到的亲属男气质 对每个角色他都深入理解 就觉得说我要走出来 把他留在那里 还给他心爱的人 希望他可以过得很好 就不怕 我就先做 那我就一定要把他做好 现在想对他说你做的犯好 感谢他是设计出身 心思越是细密 处理出来的人物越有灵魂 感谢肖战 让我知道 其实每个人都有无限种可能性 关键在于相信自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评论聊聊你是怎样认识肖战的 别忘记关注评论点赞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